來 開始上課 換錢 這堂課是叫什麼 妳不知道 妳想說來這裡上應該政治課 哪有放一個藝術 妳會覺得很奇怪 對不對 我跟妳講 妳要當民政府的官員 沒有上過藝術課不行 不夠格 妳要沒有學過藝術不夠格 只有政治要政治這樣 不是要做人的 要統治別人的人 不行 一定 所以民政府課程非常solid 結實 然後裡面的東西非常豐富 來 講一個輕鬆的 我是藝術家 我以前在美國留學念藝術系 妳知道我早期18多少年以前 沒有啦 198幾年的時候 我去美國的時候 台灣人 留學生出去了 大部分都是念什麼 理工科比較多 要不然念理工科文法商 念藝術系幾乎沒有 所以我的學校 我去的學校裡面也大部分是理工科 那些同學台灣來的就跟我們問說 聽說你讀藝術系 來 上課 聽說你念藝術系 你說對 聽說你們有畫人體素描嗎 你知道人體素描是什麼嗎 不知道要抓手 不知道要抓手 還有還是有人不知道 我要解釋一下 不知道什麼是人體素描 要抓手 你不知道 就是衣服脫光光給你看 你畫下來 這要人體素描 OK 他就問我 聽說有上人體素描 我說對 請問你禮拜幾上課 我說這幹你什麼事情 但是我這個人很大方 我也告訴你 禮拜三下午兩點 知道知道 禮拜三我就去上課 學生就走了 同學就走了 禮拜三要上課 你知道我 來 遲到的景儘快就做 我課講到一半了 我的課需要準時 因為一開始的話 包括笑話都有意思 都有目的的 禮拜三上課的時候 差不多就這個位置 中間模特兒 面對我最遠的地方 就是窗戶 就是大門 開門就從那邊進來 我們老師比較小 怕人家這樣走過去很尷尬 就把上面大黑海報捕捉 大麻麻 所以你看不到 結果我就畫 畫差不多十五分鐘以後 這一堂 我現在姗姗來遲 來 儘快 趕快坐下來 趕快坐下來 我講到一半很容易被打岔 來 儘快坐下來 以後你們在那邊高級班的時候 都要更準時 除了衣服要穿整齊 手持也是很重要 民政府你既然要當官員 你這個個人的 這個discipline 要從以前的情況改 因為我們換位子要學習換腦袋 但是現在還在初高級班 OK的 但是慢慢走到那邊 你要上更進一步的受訓的時候 會非常嚴格 先講 預告一下 剛才講到我是藝術家 然後我畫畫的地方在那邊 你們晚到就沒有這個 就不知道我在講什麼 海報的角落 去看我們這樣掀開 馬上蓋起來 偷偷掀開 蓋起來 我就知道那頂是台灣人 台灣人那頂 早來偷看 對不對 問題是開就看久一點 為什麼開一下就馬上關起來 對不對 你會覺得很奇怪 開一下馬上就蓋起來 我想 你總不看久一點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那天我們的模特兒 是一個200公分 200磅的 美式足球員 雄裝威武的壯漢 拿著足球這樣 全身脫光光 想說來這裡要看這個 要弄起來 這氣的 我讓他看 讓他看 快要扛起來 我告訴你 這頂人 從校園走到我們的藝術戲館 那個路上 那台灣同學說 不好意思 今天可以去看 大家很帶著期待 興奮的心情 結果 沒想到我們 揭開之後看到他 對不對 是不是那種 很突然之間的失望 跟台灣人一樣 過去去投票都也這樣 我們帶著很多的期望 希望去投票 希望算出來對我們好 結果算出來的見解都變這樣 就馬上一上任 就宣布事不宜沒有 那時候感覺很奇怪 好 這不是重點 來 我們看第一章 麻煩幫我給我第一章 我想看要不要從這邊講解 還是什麼 因為我們在座的學員來 都沒有上過我的課 有幾個是沒有上過台灣史節 我等於從此給你們review 同時先看這一段 來 這是高跟的話 題目叫做我們從哪裡來 我們是什麼 我們往哪裡去 資源回收人不會問的問題 上面叫資源回收人知道嗎 知道嗎 不知道舉手 都知道 那我要問問題 資源回收人知道這個字 是什麼意思的 不知道的請舉手 沒有上過我課才會知道 怎麼奇怪 來 上次沒有上過我台灣史節 請舉手 對啊 你們怎麼可能知道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不可能 這是我創的名詞 這個名詞從我開始 從我這邊講課 這個三年前開始講 什麼叫recycle man 資源回收 來 跟你們講一下 什麼叫資源回收人 來 就這條 我這個可以按嗎 我按一次 OK 過去 我們人類都是以部落形式存在 部落 tribe tribe 部落形式存在 部落是以什麼形成的 你知道嗎 很多家庭 很多家庭結合 結合 為了什麼 為了同樣的水源 資源 狩獵的範圍 成為很多家庭結成一層部落 部落跟部落之間會怎麼樣 要不就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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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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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土地變大 水資源變多 還是要派人去站那個位置 人不弄理怎麼沒有 他去想一個方法 做了什麼事情 要你更厲害 更聰明 更用的 臺 村的老若父母老的 做什麼事 來 種東西 時間到水都抽到回來就好了 這場本來要去用台的人 那個車回來輸用 那叫什麼 資源回縮人 資源回縮人每天都做什麼事情 不去想太多 想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東東 上次都有押韻 吃飯 睡覺 唱歌 跳舞 買東東 這就是資源回縮人的生活 過去就是資源回縮人 我們前排 給我們做我們處理 所以你事情不會想太多 你上面沒頭 資源回縮人都是沒有頭的人 都沒頭的人 上面沒有效忠對象 因為你們沒有上過課的人就知道 為什麼會講這個 來 先不講這個 今天是藝術史節 你們沒有上那個直接跳 我就直接跳 不解釋太多 只要有一個概念 什麼叫資源回縮人就好了 來 這是什麼東西 認為是鳳梨的騎手 怎麼只有一個人敢舉手 剛才講那麼多聲 來 好 行 這個是什麼 這個都是 天空也是 海也是 你們怎麼只看到鳳梨 這裡有一個頭頂 這裡有海水 就這個圖畫裡面的百分比來講 面積比較大是海水 天空 還輪不到鳳梨 可是你們看著鳳梨 明明看得到 你把它忽略掉 因為它最近 最近這個桌子也很近 而且是白色 不說這個 要去講鳳梨 這很奇怪 認知要重新想很多事 來 沒有錯 這個是我一個作業 我作業裡面有個題目 我以前是畫畫老師 我會教 有一個作業叫做跳躍性思考 就是我給你一個object 一個物件 你根據這個聯想成另外一個東西 然後再跳一次 第三個根據跳出來的東西 再聯想一次 這樣就聯想下去 所以我下面有一張畫 來 剛才是鳳梨 對吧 有一個學齡前的小朋友 畫鳳梨 這20分鐘裡面畫 這裡面畫了幾顆鳳梨 相關的東西 從鳳梨衍生出來也畫了幾個 給你們15秒好了 因為人家學齡前 你也好歹也花個15秒解讀一下 它裡面畫了幾個 跟鳳梨相關的東西 從鳳梨裡面跳出來的東西 幾個 有幾個步驟 一個跳 有幾個鳳梨 簡單問就是幾顆鳳梨 變出來的東西 來 幾個 來 我現在要開始問了 認為只有一個舉手 鳳梨 你看到一顆的 拿手 大家都認為一顆以上 看到兩顆的請舉手 三顆的有沒有 有看到三顆 四顆 還有人有舉手 五顆 五顆以上的有沒有 有人看到五顆以上 我要問問題了 大家都同意一件事情 你們看到最像鳳梨也是這個 對不對 對 同不同意 這沒有意義 下一顆是哪一個 不是 這顆 太陽 它鳳梨怎麼化成太陽 告訴我 鳳梨怎麼看 太陽 怎麼看鳳梨這個東西 沒有切開 鳳梨整條好好給你看 從上往下不對 要從下往上 為什麼 它這邊被圍起來了 常常走在旁邊去 從下往上 然後這個太陽之後的下一個是什麼 這個沒有切開 我講過 整條往來給你跳躍信思考 不切 這樣 這邊怎麼看 剛才從下往上 現在變成 它圍起來了 它把它換成什麼 時鐘 為什麼你知道是時鐘 因為上面有什麼 數字 數字從1到多少 是21嗎 不是21 多少 27嘛 對不對 一天27小時 賣球賣球 像人說 一天一天24小時 像人說 你學靈以前 他覺得27OK 你要問你自己 為什麼一天一天24小時 30小時可以 10個小時比較好算 為什麼不可以 沒有說不可以 為什麼是 一分鐘有60秒 一個小時有60分鐘 為什麼一分鐘有60秒 為什麼是這樣算 如果寫得下 可不可以寫到200 2000 2萬 可不可以這樣寫 所以這不是答案 我馬上就推回去了 你們要邏輯推理 或解釋 要經過邏輯思考 然後嘴 要講之前先想過 當然就像這樣 以後你要做官員的時候 就是這樣子 你親戴卵書講 就像那種科B會被修理 對 他規定了 對 所以我們要去挑戰這件事情 他說 從國以來就是這樣 我們沒有去問為什麼 對不對 所以國民黨也可以在那裡 你有問過 他會說 憑什麼在那邊嗎 沒有人敢問 覺得理所當然 以前就這樣 現在就這樣 以後也是這樣 所以你從來沒有去挑戰這個東西 我告訴你 時間這個東西是一個大哉問 時間為什麼一秒一秒在走 為什麼只能往前走不能倒退走 時間為什麼不能跳著走 你聽一首音樂 如果時間同時跟你演奏出來 才不會聽 為什麼你在時間裡面一步一步 照這個律在進行 這是大哉問的 這是物理學的大問題 時間怎麼不能互快互慢 為什麼是一個Sequence 為什麼是線性 這都很多問 我今天題目不是這個 我要講說 好 這個的下一個是什麼 他畫了下一個 這個的下一個是什麼 他沒有跑掉 他還在這裡 他加了一個叉子 所以這就變成Pizza 有沒有厲害 有厲害 他只是加一個叉子 就把這個東西的定義 從時間 時鐘變成Pizza 然後這個的下一個是什麼 這個小朋友那時候說 老師我要一把紙 笑 它給它偷笑 我問他為什麼要吃 你有沒有想法 鳳梨裡面有一條線 直到用此去畫有沒有 沒有 說來裡面有一條筍 在這裡就要用笑來畫 沒有 小朋友 因為我是特別老師 他是特別學生 我就給他一把紙 於是他就畫了這個東西出來 我看到這個我嚇一跳 我說天才 真的天才 你怎麼看 你知道嗎 你們會看嗎 如果這是輪胎的話 這數字就在上面一直走 然後一片片葉子就在上面 你看到嗎 我這樣改水準 其他老師說 許老師你太多了 你不要把大人的那種想法 套在小孩身上 我說我沒有耶 你看看 上面有什麼 一台車對不對 車可以到什麼 我就知道有人說 輪胎跟車是哪裡 車可以到軌跡 一個軌跡 一個軌跡 輪胎滾過去有一個軌跡 我這樣解釋沒有錯 因為他後來畫了一個tape 以前錄音帶是這樣旋轉 這是十幾十五年前的一個小朋友畫 那時候學了以前 他現在是 美國念博士後研究數學博士 天才 從小時候就看得出來 你看看 從三度加上一度變四度時間 加上時間四度再拉回一度 線性 不同的像度裡面悠悠自在換來換去 天才二十分鐘裡面畫完 真的後來也證明他是天才 他後來也考上數字要數學系 因為他其他科都不好 我告訴你 但是後來還是到哈佛念數學博士後研究 這樣的話拿到我國小老師那邊 去教作業會怎麼樣 小朋友 來 你跟我開玩笑 我叫你畫鳳梨 你撩我這有話沒什麼 對不對 所以我們的天才 如果放到我們老師的手上 會變什麼 蠢才 對不對 必須來做怪的 對不對 會被懲罰的 這樣的學生 天才在我們的系統裡面 被當中蠢才來使用 變成狡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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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後就變成放牛班的學生 那我們是把小孩子放上去做什麼 叫靈體 叫縣姿 叫縣姿 你就被糟蹋了 因為我們教育裡面 體系不容許有這個以外 鳳梨以外的答案 沒有錯 我那時候跟他們老爸說 快送出去 別放在台灣 結果他父母親不相信 大家都這樣就叫熊 他進了小學 小一 小二回來畫鳳梨 就畫了一顆很像的鳳梨 他的想像力都沒有了 全部被抹殺掉了 再見了 就是這樣 所以他過了很痛苦的一段時間 直到出國為止 出國之後就豁然開始 又海過天空了 就開始發揮他自己 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是這樣自己教育 為什麼 你們努力 你們戰敗 為什麼要給你好的教育 在西方國家 真正什麼叫教育 就是把每一個人的專長 特長好的地方 把你變得更好 把發展出來 不是壓抑壓抑 不是工廠 不是罐頭 我們的教育都做這件事 手機關掉 來 我們上課 所以教育真的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你看這好好的一個小孩子 入了我們的系統後 就是叫做糟蹋 糟蹋 糟蹋就本來好的東西 放在樓梯的地方 拉在樓梯 好東西 糟蹋 就漂亮的鮮花開得美美的 但在樓梯開始拉到嘴巴 就像這樣 這就是我們的小孩子 我們在樓梯還放四名 還花錢 把他送到補習班 去接受這種教育 還比較好 靈體不夠 還出錢去用 請人幫你靈體靈體 這就是現在的教育 我們教育只有考幾種事 一天當然考試考什麼 很快速的東西擠下來 很快速把它背出來 就這樣而已 他沒有教你思考 這就是考試系統 都不需要思考 來 我是老師 我這幾年前 我這個答案切入法另外一個 這是以前我在美國東岸念書的時候 你們有沒有看過這種圖 沒有 我們在畢業之前都有一個 因為我是念藝術系研究所 東岸一個長城城的學校 後來我們結束的時候 會把作品擺出來 然後那個義平教會請在下面 來批評你的作品 英文叫Defense 就是辯護你的作品 辯護到一半的時候 有一個日本教授 你不要去歐洲 你沒有去過歐洲 奇怪 我的話你要批評就批評我的話 跟我有沒有去歐洲什麼關係 但是我真的沒有去歐洲 我就打電話給我媽媽說 回家以後 我打電話長途電話給我媽媽說 今天他一個日本教授給我漏尾 班上說你不要去歐洲 你知道為什麼是要漏尾嗎 因為那個學校他都去過歐洲 有台灣人 我不要去歐洲 真的不知道 真的會說出來 問題是他怎麼會知道 他只看我的讀書 就知道我沒有去過歐洲 所以我媽媽說 這個暑假你可以回來 我幫你送到歐洲去 所以那個暑假我就回到台灣 就想辦法參加旅行團 因為第一次去歐洲 也不知道怎麼玩 乾脆就參加旅行團比較快 參加旅行團我要選 你要去買那個採購團 採購團不要去買東西沒有意義 去歐洲就是要看風景 看藝術品 我就趕快 剛好有一個台南退休老師的團 退休老師至少師專畢業 不是師大畢業 我跟他幾世人 應該是很準的 參加這個團隊 於是我們就去了 先第一站 就來到歐洲的這個地方 哪裡 這裡是哪裡 哪一國 沒有人知道 你們都沒有去過歐洲 義大利的羅馬 羅馬裡面的梵蒂岡 是國中之國 第一站我們到這邊 你看看 這是十五十六到十七世紀裡面 花了一百二十年 一百二十年 以前沒有鋼骨結構 都是九頭 你看這上面任何一個雕 十二個使徒的雕像 每一個雕像的高度都有多少 你看 你這樣放到下面 你看 沙善老一雄那關 我跟你講我這堂課是藝術史的課 大陸很多視覺的部分 你要用眼睛去看 來 你們關心聽我這邊的課 來 這是差不多三層樓 你看一個人那邊 這是不是三層樓 每個雕塑 都要吊到上面 這些房子都是藝術的 代理藝術 不行 我們班一定要把手機關起來 你們現在還有誰的手機 還沒有出生的 趕快把它拿起來 對 旁邊的人幫他關機 我們從這種小事情做起 好不好 來 從上面往下看 漂亮 漂亮嗎 很漂亮 這是interior 裡面 這是十六、十七世紀 裡面的地板大理石鋪得漂漂亮的光 我們連一個馬路都鋪不平 人家十六、十七世紀的頭腳 底板就鋪得平平 那時候沒有燈 所以大家都自然光打進來 這一個一個的shrine 神坎 裡面就那三層樓高的雕像放在裡面 一個輪一個是吧 來 大家關機好不好 來 下一張 你看 我這課需要很專心聽 因為這是visual art 來 來 把它關機關機 拜託拜託 謝謝 這個 往上看 你看到這個 你有什麼感受 覺得很 覺得很棒 很偉大 很漂亮 應該是這樣 應該是這樣 嘆為觀止 這就是當初設計這教堂的目的 就讓你覺得很偉大 所以感覺你的渺小 開始你會敬拜上帝 趙魚做萬物的主宰 開始會有起敬拜之音 這是教堂的目的 讓你一期裡面有感受到那個偉大 是這樣子 讓你覺得你渺小 這是教堂的目的 我在那裡想想 我也嚇一跳 我第一次看到 雖然我去過美國 還沒有看過歐洲這麼漂亮的東西 我看到的時候 當然心裡面很震撼 可是旁邊來一齣聲 我就怕了一下 剛才來一個台語說 那個也沒聲 跟台灣廟差不多 我比較大聲而已 你知道我在心長這時候 有這種圍繞 我就整個人快昏倒了你知道嗎 當然就是那群國小的老師 我想死了 如果這種就這種東西 這種評論 這種意見的話 我接下來旅行怎麼過 果然沒有錯 隔幾天以後 我們到法國奧塞美術館 那集 那個字 我覺得那時候 走開幾次又走出來 對吧 你看到那種 我沒有怕跟人家說 我走開 過幾天以後 我們到奧塞美術館 我們去參觀美術館 我剛進去一看 我這麼多漂亮的畫 印象派實際畫 我就很想看 這時候老師都不見了 導遊太方到門口 買完票一進去 老師都不見 這怎麼回事 我不管他們 我進去看我的畫 看看兩個小時看完以後 這不好笑 大家真的這個是我們這一堂課 我大概上過課第一次 我真的 這麼輪流來的 我講過的時候 手機都盡量關機 你們自己要下判斷 自己的手機 我告訴你 我以前去日本 坐電車都沒有這種聲音 坐在日本的捷運裡面 很少看到人家手機在想 在那邊講手機的 沒有 這是那種公家的那種 in public space 但台灣人有一個公司部分 什麼是公共的場域 什麼是私人的場域 這要分 我繼續講我的東西 我不受打擾 我剛才講的 對 老師都不見了 好 那我看完兩個小時以後 我就到 那個 Coffee Shop 然後我就看 那邊老師坐那裡 我說 徐老師 怎麼穿那麼久再來 我說什麼叫穿那麼久 我看圖 那些工夫要創什麼 我們在這裡喝咖啡 槌冷氣 我說圖不用看 去槌點買就有了 還有改水 還有說明 這句話不對吧 你知道問題出在哪裡 我們花那麼多錢來這裡 就是要看原作 原作的工作 但是他們習慣看複製品 看到真的沒辦法欣賞 就跟我們網路的宅男一樣 每次看媒體都是這種照片 眼睛塗得黑黑大大的 碰到真實世界的美女 那些美女都會露面水 會打腳踏的 放誰會吵的 對不對 我們的宅男碰到這種女生 沒辦法接受 而且這些女生是從小 長到漂亮 長到老 這樣的美你看不到 人的一生的美你看不到 所以他們都有困難 有這個困難去面對真實的人生 因為她在虛幻的世界長大 台灣人也是這樣 過去都會嫌棄到大了 看到真的真理那時候 我們不知道要怎麼消化 反應不過來了 我是老師 我在想說到底發生什麼問題 我研究了很多 最重要的是他們做幾個動作 第一個動作 英文叫做trivalize trivalize trivalization就是什麼 Make something seems less important significant or complex than it really is 就是比他原來的追尊 讓他變得不重要 微不足道化 瑣碎化 despise downplay 這個字也是downplay 那為什麼會做這種事情 我就分析了 第一個 他們基本上是沒有這個capacity 能耐 來欣賞眼前所看到的美景 沒有那個材料 他沒有這個能耐去吸收眼前看到的美景 capacity怎麼改善 我告訴你 在電穴裡面叫電容 但基本上就是 整桌的好吃的東西 整個擺盤擺在頭上 你沒有材料吃 因為你胃只有這樣而已 那你怎麼能夠吃下去 增加你的能耐對不對 那你怎麼增加你的能耐 胃要撐大 那怎麼讓你的胃增大 來capacity怎麼這樣增加 我跟你說 我舉個例子 我懂得英文 法語 日語 台語 北京語 我的世界就比你只懂 北京語會比較大 沒錯吧 因為我的語言代表一個 不同的系統 認知系統 我親切的說 在台語有說 光是台語跟音語中間就 翻譯不過來 我親切的說 什麼叫鼻疾疾 紅疾疾 紅疾疾 黑病病 黑病病 青順順 對不對 這幾年要翻成英文 你告訴我 你英文再好你也翻不出來 因為它的東西必須要在 它的系統裡面去Enjoy Appreciate 那英文一樣 它的其他英文字 比如說我隨便講一個是 peculiar 這個英文字 中文怎麼翻譯 詭異 奇怪 都翻不出來 peculiar 所以語言中間真的有代表 它一個語言體系 就代表一個思考系統 概念系統 所以你的語言越多 你的世界越多 就是這樣 語言只是一種 語言只是一種 還有吃的語言 三千塊熟成牛肉 三千塊一克的熟成牛肉 最多給我三千塊 牛肉我說我不會吃 一口咬下去 那我跟你講 那你就糟蹋了三千塊熟成牛肉 因為你不會吃 紅酒有一瓶賣一萬塊的 抓不到喝 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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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所以你沒有能耐的時候 好東西擺在你面前 你也不會欣賞 也不能享受 美女嫁給你也是浪費 也是糟蹋掉 是不是 時間糟蹋掉 什麼都糟蹋掉 你不要去享受 不要去享受 這個事情 所以他沒有那個能耐 這群老師沒有那個能耐 語言有很多種 有肢體語言有什麼 我跟你講 每一個人認知世界的方法 都不會去享受 有的人是透過文字 有人透過數字 有人透過感覺 透過接觸 有的人要跳舞 所以小孩子 每一個小孩子都不一樣 但是教育有問題就是 我們把小孩子一視同仁 有些小孩子是要透過肢體語言 來動 這點點不可以動 不可以動 胸口 這種小孩子受不了 因為他是透過動來學習的 有的人透過聽 叫他搓滾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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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滾 所以每一個人學習能力 因人而異 那你要不因人施教 這樣真的是對人好 才是讓這個小孩子發展起來 不是一套標準丟過去 這個標準以外都是 這樣去放牛斑 都給你糟蹋 我現在講的都是概念上的問題 那這群老師有問題 所以你的小孩子送給他 不是洋入虎口 給他糟蹋 他會糟蹋藝術品 他當然會糟蹋你的小孩子 如果你的小孩子是優等生的話 就是被糟蹋掉 然後就是那種格點 就是你認同的 說真的就是 我覺得我們有一點的 然後他彩mail到看 然後去我們 你幾乎就這樣 給你的比較好 你說這個 你人參觀 Belt 這是這個 人參觀 multit� 很貓 日本不同码區你看不到 对这群老师来讲 这个东西也是乱码 他不知道怎么解读 他没有解码区 他唯一的解码区是过去的廟 因为他唯一有的 他想套不上去 他遇到困难 所以用那个来形容他 你说他糟蹋也可以 说他根本就没办法 他只好用他现有的解码区 要去解读 结果都乱码 所以整个去喝 去喝 去喝 对不对 就是这样子 你说他们没有capacity 你说台湾人没有能耐 耐也错 台湾人有能耐 有什么能耐 假本所的能耐 你说他没有能耐 其实台湾人很有能耐 听到那种新山色的虾码都走起来 对不对 电视上说小人抬小人 小人跟小人騙小人跟谁上摩托 上摩托虾码都走起来 对不对 一听要听好几次 就是有吃垃圾的能耐 听到对的 法理的 大家开始说了 这就是说什么 对不对 是不是讲到法理大家说 我每次上课上初级班 高级班我就知道 看有些学员面称 就开始翻白眼 就是这样子 我跟你讲 你们换的位置要换的老代 你换了整个法理 你整个capacity要换 好的正直的善的事情 要增加这方面的忍耐 要增加这方面的忍耐 以前败的都不要 你回家基本上电视可以不要再看了 已经给你法理的眼光看这个世界了 从今天开始以后你要换个东西 我那时候跟初级班讲 来上课之前拍个直拍 下课之 结束课程以后再拍个直拍 你的面称在那儿 你的脸像眼神在变 我们这样讲诗讲了不知道多少堂 讲三年 多少堂各 好几百堂各 看了多少人 那就是看整个人脸在变 到那边的时候就发现又锐利了 好像每一个都是战士 Soldier一样 就是变 是什么让你变 是里面的知识 无知让你被人家统治 是知识让你控制别人 不是被控制 是知识 知识就是力量 给你们就是知识 那不讲太多了 好 那语言 你也不要想说 This is book 像这样我就要用去 不是 对不对 不是只会讲 This is book就是会英文 不是 你没有一个五千一万个英文单字 你不要跟我讲你会英文 对不对 所以你光是说你有语惠 你还很丰富的 自会 你要很多智慧 日文别人说 こんにちは就会日文 恥ずかし 对不对 讲比较复杂的怎么办 来 又回到我们之前讲的图 台湾布乃西部落形式 大都王国 西班牙荷兰殖民地 这个 大家今天不讲这个 我主要是讲Decoder 走到这个地方 你们今天都不用花十几万去欧洲玩 我是导游 直接把你带到这个作品前面 它叫Pietas Pietas是米开朗基罗做的 时间也在十六到十七世纪 你们要欣赏艺术品 把你们带到前面 你有材料欣赏吗 当你看到这个时候怎么欣赏 告诉我 好了 现在把你导游带到十几万 飞到欧洲 圣彼得大教堂里面来看艺术品 导游带到你前面 来 我们一起来欣赏这个 你看了 你在看什么 怎么欣赏 会欣赏请举手 大部分不知道怎么欣赏 对吧 首先你要知道这是在做什么 那他是谁 他是谁 对不对 玛利亚耶稣 他有一个人知道 其他人都不知道 还蛮多人 这个是耶稣 这玛利亚 这样就会欣赏了吧 还有什么 那耶稣在这边干嘛 死掉了 他为什么在玛利亚的膝盖上面 玛利亚的表情是什么 你看他表情是什么 无奈 太简单了 还有什么 你的故事都不知道 你已经开始在猜 怎么可能 来 我跟你讲 台湾人是制造业起家 你为什么会笑 真的啊 所以用制造业的语言 跟你们讲这个作品好不好 因为讲太深 雄雄跟你说你听不懂 所以用制造业语言 我跟你说 这一颗大理石刻出来的 有厉害吗 不要小看这件事情 大理石刻你一刻断 以前没有这个黏着剂 断了就是断你重刻 光是就不得了吧 有厉害吗 我现在用制造业的语言跟你讲 就已经很厉害了 对不对 然后我慢慢给你们导入服务业 服务业是什么 随便讲一个电影产业 是服务业的一部分 对吧 你在一部电影的时候 是不是要看剧照 对不对 公车上面有一个剧照 那你不能 都不是传播 不是上YouTube去看传播 你只有一张照片要选 你是不是要花脑筋去想 你剧照选不好 这电影就不好卖了 对不对 你剧照选得好 大家都想看 对不对 黑暗歧视 黑所所 黑看 要来看 对不对 他就选一个剧照而已 讲的都没有看过的东西 来 电影剧照很重要 好了 电影好不好看是根据什么 不光是故事内容 演员半折直述好看 是因为那个人帅吗 不是吧 是因为他表情表对了 第一个 他剧情知道之后 你还针对那个剧情 在试道之后 有对的表情 这部戏才好看 你表当时的表情不对的时候 还不错 缺失了 味道不够 表错情过多的 人家说什么办 对吧 所以演员好 会影响这部戏好不好看 对不对 那演员要好他要怎么样 他要知道剧情发展到什么地步 适当的时候 给你一个正确的表情 人好看是要看这个演员表 把这个故事演得好 选对角色不懂 表现得好 剧情才会引人入胜 如果你一个雕塑架 他要雕的话 他又不是每一个 从头刻到尾 他一定要选一个moment 那个当下 一定是一个最高潮的点 当初他剧照 第二个他表情要对 那你如果不知道故事 你怎么去欣赏 这个作品的表情 对不对 所以你们一定要知道故事 是不是 这雕塑后面有一个故事 头上你的故事就要知道 你故事不知道是什么 是不是 所以你要念艺术史 好在我以前念艺术史 我是在美国受的艺术教育 我没在台湾上 所以我 可是你在知道西方艺术的话 要百分 艺术品里面它百分七八十 都跟基督教有关 在座各位有人知道基督教是什么 不知道的 不知道基督教是什么 请举手 大家都知道 不知道 你们知道 我为了要帮你们解码这个东西 我七分钟给我 我把基督教讲完 你们再回来看这个 我现在是一步一步帮你们解码 我给你们解码器 这叫宗教解码 好了 基督教知道的人请举手 我先知道至少多少人 什么叫基督教 好 这次怎么做 好 没关系给你们检视 这次 艺术家来讲基督教 基督教是什么 我简单七分钟讲完 如果要七分钟讲完 是不是要用特殊方法讲 我就反面点题好了 我先讲基督教不是什么 好不好 基督教不是劝人行善 有没有意义 是基督徒就点头 不是基督徒 这奇怪 所有宗教都是劝人行善 不是基督教不是 很奇怪 不然叫人做派 不是 基督教你如果想行善进天国 有没有可能 基督教就不是劝人行善 绝对不是 基督教是什么 是不是劝你加入一个宗教 也不是 那基督教是不是精神寄托 也不是 徐老师你越说越喊 我看到很多基督徒 不是去受洗加入教会 你怎么说基督教不是劝人 加入一个宗教 我以前都以为基督教是精神寄托 你怎么说不是精神寄托 我说偏偏都不是 我刚才说的什么都不是 也不劝你你行善 那你就要问下一个问题 徐老师都不是那是什么 简单的说一句话 基督教就是救人不死 你人会死嘛 叫你不会死 对不对 徐老师你越讲越扯了 我还知道有基督教坟场 也去过基督徒的治理拜 你说救人不死 那我徐老师讲什么话都根据什么 定义 基督教对于死的定义 你先了解 再看看我讲的对不对 基督教对死的定义 原文的意思叫做separation 人死去 灵魂离开身体 是不是分开 是不是就死掉了 对不对 灵魂离开身体就死掉了 对不对 但是基督教还有另外一个死的定义 就是你跟上帝分开 叫灵理的死 一个是肉体的死 一个是灵魂的死 也就是说你今天可能滑掉 但是在神眼中看来像死人一样 因为你跟上帝没有关系 那让你不死是什么意思 就让你不分开 你的灵魂回到身体 你跟上帝的关系恢复来往 你就是活了 就这么简单 那这样很简单 叫你不死就是这样 有人说我身体火花烧掉怎么办 对不对 都灵魂离 灑到海里面的 那怎么办 很简单 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再做一个身体 你再回去 OK 知道吗 所以基督教讲的这神 跟我们亚洲人想的不同 我们想说神是什么 就是人做得很好 比成圣 对不对 圣人以后变神 基督教不是 这个基督教讲的上帝是 无所不在 无所不知 无所不能的神 是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 所有东西从他那边制造出来 他是创造者 你是受造之物 那观点完全不同 所以西方的神的观念跟东方的神的观念是不一样 所以他们叫做启示欺验宗教 我慢慢再越讲越多 那下一句话你就问 人说救人不死 那上帝造人是让我们死的吗 上帝造人目的是要 不要人死 你要挑战 你要问这句话 偏偏不是 你就要问 那人怎么会死 要问下一个 对不对 人想怎么会死 根据基督教定义 有好几个需要带进来 以便解释 人想怎么会死 第一个 基督教讲的上帝是一个公义的 justice 也是一个什么 圣洁的神 所以他对于肮脏误会就要 跟你分开 分开你就死了 你跟创造宇宙万物主宰分开 你就死亡了 经历死亡 你跟他没有关系了 那为什么让你跟他分开 因为基督教有一个字叫做罪 sin 那sin跟我们讲的crime 犯罪 不相同 crime是人对人之间犯罪 sin是against God 对神犯罪 原文的意思是什么 犯罪就是射箭 没有射中靶心 你知道是射箭 不在 有一个正中间 没有射到正中间 差一点99.999%还是罪 根据基督教的定义很特别 他说什么 他说这我小时候做的 你只要这辈子做过一次 你就是犯了罪 在神眼中 因为上帝是在时间以外的 他不受时间是给人的 上帝不在时间以下 他不受时间 人有过去现在未来 上帝没有了 从头到尾他都存在的 他时间是给人使用的 是创造给他限制人类的 所以如果照这样讲的话 小时候犯罪 你一辈子只要犯过一次 就是犯过了 第二个对罪的定义是什么 我们以前以为说 犯罪就是做不该做的事 对吧 错了 基督教是你该做的不做 也是犯罪 不该做你做犯罪 可是该做你没做也是犯罪 根据基督教的定义 你觉得这已经很吓人 还有更严重的 根据 这不是我讲的 基督教里面耶稣讲的 他说你心里面恨人就是杀人 看父母你心里动了一点 你就是犯了奸淫 如果在这个标准 这叫违心 在你起心动念的时候 就已经犯罪了 可是你反过来想也没错 为什么 根据这个定义 你没有比希特勒好到哪里去 为什么 因为你没有他的权利 希特勒化罪的肩膀 我说我要抬那个人 就有人替我把那个人杀光了 因为希特勒有权利 你今天 如果有希特勒这样的权利 难保你杀的人 不会比希特勒少 搞不好杀的比他更多 对不对 因为你只要起心动念讨厌人 你就可以杀人了 对不对 所以全部在心 人的犯罪其实来自于这里 上帝是看人内心 根据基督教这个定义 事实上没有人没有犯罪 每一个人都得跟上帝一样 切尾 你跟神切开 你就没有生命 你就经历死亡 就这么简单 可是今天有个法官坐在这边 法官 然后有人送进来 上万强偷人家面包四年 来 送走 你知道上万强是谁吗 悲惨世间的电影 那个偷面包的人 没有看过那个 好 下一个 下一个送来 第三个送来 哇 这法官很兇气 判不下去了 没关系 你不要理他 他不会起来攻击你 我讲到真在精彩 下一个送来 法官判不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不要踢他 我讲到重要的时候 因为这个才解释 我待会要讲艺术品 你如果没有 待会很难欣赏 法官在判案 到最后送来的人 他判不下去 你知道为什么吗 送来是他儿子 那是什么状况 他可以不判吗 不对 他是法官要公正 不管送谁来都要判 对不对 按照他法官的身份他要判 可是他判不下去 真的判下去又不甘 为什么是他儿子 他爱他 那怎么办 英文有个字叫delima delima就是卡在两难之间 要判也不是 不判也不是 那怎么办 我们人都有经历过这种 这样也不是 那样也不是 卡在中间 叫delima 难以做选择 那最后怎么办 要找人保释 对不对 全世界人都犯罪 谁有资格保释 监牢里面的犯人 可不可以互相保释 然后全部跑出来 不可以 对不对 大家都犯罪 没有资格 保释要有无罪的人 全世界每个人都该死 每个人都有罪 那谁有资格 最后叫法官自己下来 这就是圣经上来讲的 上帝道成肉身 那谁有资格 那些人就没有资格 因为我们的信任 那些人就有资格 但我们的信任 大家都弄错了 我今天我也不是牧师 我也不是传教师 我只是要跟你解码器 那怎么回来看这个作品 这就是耶稣 上帝道成人的样式 祂来就要死 所以祂被钉在十字架 后来死掉 现在放在玛利亚的膝盖上面 玛利亚这时候表情是什么 后来说 丧子之痛难免都有 玛利亚是生耶稣的妈妈 祂是耶稣的妈妈 你们孩子死了不会感伤吗 一定会 可是祂的问题比母亲上子还严重 为什么 耶稣是祂的神 祂当初怀祂的时候就知道 这是上帝的胎 祂是在世路出息 就是童真女出生孩子 处女生孩子 那就是上帝的圣灵感孕的 这时候也就是说 祂信仰在面临崩溃的边缘 以前祂建构在信仰是说 相信祂是神 如果是神怎么会死在我的膝盖上面 那我过去信不就是gay吗 是不是 所以祂这时候 祂的表情才复杂 对不对 你说祂是 你刚才有一个童心讲得太简单了 他刚才讲什么 无奈 不光是无奈 当我讲完这么多故事 有多少复杂的情绪在里面 太多了吧 包括它崩溃 所有复杂的情绪都可以加进来 可是你如果知道我的故事 跟我讲这么一长串的东西 你没办法欣赏这个艺术品 你也不晓得这艺术家有多伟大 他那个表情就对了 你知道这个剧情 你就知道他表情对了 这绝不是我们 共人想象简单的 绝对那表情不是那么单纯的 这样就知道了 你就知道为什么他是米开朗基罗 为什么他被称为最伟大的艺术家 这样知道了 来 下一张 同样在圣彼得他讲另外一幅画 这是什么 耶稣死后复活 他在门徒中间跟人家显现 那个门徒看到 你是人的 跪了 你不是那时候钉十字架死掉 耶稣说跪不吃东西 来 酒 饼 给我吃吧 给我喝喝吧 耶稣就吃完喝完 可是里面有一个门徒 叫Dalting Thomas 这个Thomas这个人 就是多疑到一个地方 可能你变魔术了 你变魔术的 我没摸到就没尊胜 所以耶稣说 没事 来 给你摸 给他摸他钉横的手 给他摸他的腋下 你知道为什么要摸这个地方吗 我跟你说 以前钉十字架的时候 如果死没头 你不能放下去 所以他们会拿枪 搓在那个受刑的人的身上 确定他死了没有 怎么确定 就是流出来 如果是血跟水分开来 就是死了 就是组织液跟血小板分开 真的是死掉的人 他才可以放下来 所以就戳了那个洞 耶稣说 来 探我的胸口 所以这幅画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不然你最后来看这什么东西 好奇怪 对不对 你现在我把基督教故事给你当背景知识之后 你就会欣赏艺术品 我刚刚从制造业开始走到服务业 走到最后的这个 你们这样才可以欣赏艺术品 你们现在已经比所有的台湾的艺术系毕业的还厉害了 比艺术老师还厉害了 我已经教你这条路怎么走 怎么去欣赏什么叫做高级的东西 艺术品 你需要需要这么多知识 才去欣赏一个东西 OK 刚刚很多人举手 对吧 我跟你讲 世界上百分之这么多都是基督教 回教 犹太教 这几名加起来是majority 这样的宗教在台湾的环境里面听不到 你完全不知道它是什么东西 所以我在短时间补充给我们 占领我们是Vigo 你都要怎样为什么 要不然你们根本不晓得历史在打什么仗 今天世界火药库跟宗教有关 你不能这么ignore人 不晓得世界发生什么事 这个在短时间补充给我们明镇五的同心 每个人都要知道这个 你至少知道基督教是什么 我七分钟帮你们讲完 你至少以后不会随便make a judgment 说基督教就是这样 但是还不如就是加入宗教 确认一行善的精神 结果都不是 经过我这么一讲全部都不是 你们现在知道了 下一个 在亚洲的宗教都是人为中心 神是被制造出来的 解决什么 解决他没办法解决的问题 比如说大风大浪 海映 这不就该管没有 他创造人自己制造神 他就是functional God 功能性的神 基督教有关系不是 是神为中心 人是为了神而创造出来 他叫什么 起事型 revelation God reveal 也就是说黑盒子没有打开之前 你不晓得上帝 除非上帝直接跟你讲祂是谁 或是人无从透过自己脑筋 去想出上帝是谁 因为你是被造的 被造跟创造者之间 有跨不过去的鸿沟 你的逻辑都是上帝给的 你凭什么用自己的逻辑 想出上帝是谁 不可能 你单纯用数学的推理就知道了 你们这个会推理的话 你看法理才懂 因为之后我会讲自然法 会讲一大堆东西 你现在是被西方国家 所统治的一个世界 你不晓得他们基督教文化 你怎么去跟他应对 凭什么 凭你过去那么简单的一些 知识概念 不可能 不怪你是去选 去选择的 不是你去选择的 我们是被统治者 不是统治人的人 祖国以来都给他们通治 落后没办法 但是在短时间 我们要把民进府的台湾人送给 知道吗 我们之前是帝国的臣民 怎么变成这样 另外一个叫Bernille 我觉得他技术层面上 不会输给他 这是希腊另外的神话 就是一个男生 追求一个漂亮的女生 花了很多时间 最后追到他 碰到他的时候 这个女的变成树枝了 变成树了 变成树枝了 希腊神话 反正就是讲人的挫折 那个frustration 无奈 技术上差不多 可是我如果是一评价 给评分的话 米开朗基罗在前面 因为他所专的问题 是远大过于这个 一部分的人的问题 来 同样的 在罗马那边有个坊盆 一个水池 你们看那个又看不懂了 对不对 要经过解释 以前所有的文明 都是从河流开始 那这个在罗马的里面 有一个fountain 它里面有四个河绳 欧洲的多瑙河 印度的恒河 埃及的尼罗河 南美洲的 所有的河绳被抓到 他们罗马的中心广场 叫他们喷水 那什么意思 表示我帝国 帝国才会把 帝的四级的河绳 叫我抓到那里 就是要修 展现出他的国威 你如果越南去做这种 是不是笑死人 还是中国 你通往没有统治过世界 你要做这件事 不可能 只有帝国 所以我接下去 给你们帝国节 告诉你什么叫帝国 帝国在做什么事情 你过去没有这种教育 被流亡难民的人 统治交出来的 就不会有这种概念 后来1889年巴黎 这是什么东西 不是 艾菲尔铁塔在巴黎 你直接把城市放进去 它叫Ever Tower 它是有名字的 它有几根脚 四根脚 跟刚才那个一样 它是帝的四级拉起来 只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法国人宣告一件事情 什么叫帝国 你过去那骑马打仗不算 占地为王不算 现在有三度空间 制空权才是帝国 它往三度空间发展了 从那时候开始有飞船飞机出来 也就它宣告一个新的帝国定义来临 就是从今以后开始掌控制空权才叫帝国 过了60年后另外一个帝国就起来了 制空权算什么 上到月球 这叫美国 阿波罗 对不对 哈姆斯这双 登陆月球 新的帝国出来了 新的帝国又过了60年 这哪算什么 我上火星 好奇好 curiosity 说到这儿 你可能不晓得多为大 地球到火星的距离 是地球到月球的几倍 有人猜60 有人又不晓得 我告诉你 1500倍到1700倍 1500到1700倍 看那个轨道的位置 吓不吓人 吓人 上面还传真照片回来 及时 然后这登陆艇还在上面 用五轮操控 这是科技 最近欧盟也有发射 它上了会星 一个是固定目标 一个是移动目标 快速移动目标 其他都在移动 但是有快速移动目标 相对 OK 在这边有距离 对不对 Millium distance 是54.6 million km 5400万公里 数字在这边 我们自己看 最长的话是 200万千万亿 2亿2500万公里 数字就吓人 下一个 这是什么地方 富郎寨 知道是巴黎什么建筑 没有人知道 罗浮宫 有人讲罗浮宫 罗浮宫的什么 入口处 entrance 被遇民设计的 那为什么是金字塔 会解读吗 我跟你说 法国人虽然在武力科技上面 不是帝国 但是他自称为是文化的帝国 所以既然是文化帝国 就是一个传承 他认为他传承是什么 西方人都认为埃及 是他文化的起始点 五六万年前就埃及 讲到埃及最近发生很奇怪的事情 他们埃及的那个棺木 脚头整条卡出来 不是用磕的 那棺木的里面 外面看起来你觉得没什么 里面是什么 切的直直的 直角的一个切口 以前那我一关技术 你们如果知道工程的话 你用什么切割可以把棺材 一块石头里面的棺材 切个正方形 长方形 整个拉出来 用什么切 手工不可能 那个技术到今天才有 用特别的专探技术 还切不出这么直角 埃及人以前就有了 号称五六千年前就是这样子 棺材 棺材整个大岩石石缸岩 把你切一个正正方方 长方形整个拔掉 中间是空的 放 这个就吓人了 我光讲技术面就吓人了 先不讲这个 我目的在讲这个 碑云上面弄一个三角形 就是代表金字塔 埃及的文明传到希腊 传到罗马 再传到所谓的法国 它是文化上的帝国 这个金字塔下面是一个道金字塔 道金字塔下面在一个小金字塔 你去过那边就知道 这是哪里 有看过这个举手 一定没看过 这在英国 它叫水晶宫 制造时间是1851年 那时候英国的技科技 已经大到可以输出大片的玻璃 做一个结构 把这玻璃镶在那上面 你要知道多大 我跟你讲 挺简单 你们想的 它里面有14000个摊位 世贸台几个摊位 它14000个摊位 请问一个摊位有多少个人 可以狗 少说三个 三个到四个 你摊位里面 整个建筑里面要空调 有几百万的人去里面参观 当时1851年要什么 要厕所吧 多少人要上厕所 多少人要洗手 多少人要吃饭 多少人要交通把它弄来弄去 这个你就想不完了 你要排泄物要怎么移出去 光是这简单的事情 就是不要使英国在展现它的国人 这样会看吗 它万国博览会里面弄出来的 后来烧掉了1851年 你看千万山 将近一百万square feet 的space 这边都是人这样走向上去 要雕塑 世界各国 欧洲各国坐火车 坐船来 你要安排人家旅馆什么 不光是这单单是展览馆 你相关的旅馆设施都要准备好 整个城市要预备好 帝国在做什么 帝国都在做什么 你以为他每天在努力工作像我们一样 像黑蚂蚁 没有 帝国都在玩 都在受教育 都在做梦 帝国在做什么 学打仗 这叫帝国 我现在介绍美国给你们知道 美国光是玩这个部分 我只是简单讲的 男生比较知道 NBA NFL NHL MLB 这几个加起来 他每年就制造440个Billion 那这10亿 百亿 千亿 兆 4兆4千万美金每年 440 to 470 billion Billion是10亿 10亿 百亿 千亿 4400亿美金再乘以30 就是台帝的数字 4400亿乘以30 就每年 光是运动 所以你做那些蓝山 天租山 碳夹 碳没料 人家只是一个产业而已 就这么大 你台湾才两兆双新 秋夕朗 它多少兆 光是玩的 国内是那种子的百分之多少 来 除了玩以后 梦想 他们很喜欢到处玩 我刚才讲说飞到太空 这要钱 做火箭 整个NASA需要预算 海底 这不光是天空 南极 地底 海底 军事研发 American Dream 这里面 都要花钱 NASA每年是187亿美金 可以用的 我觉得数字远超过这个 这是保守估计 然后教育 每年花在美国的教育系统里面 是114兆台币 美国有多少大学 你知道吗 4495所 我给你看这个 光是加州而已 加州就这么多大学 大学 我们也讲人家高中 大学 这里面随便讲 一个大学的地方 比方 加州理工学院 伯克莱 史丹佛 只是加州而已 UCLA 那几个大名鼎鼎的学校 Cogate 所有的州立大学 都是名校 UC系统的所有学校 来 这个叫长春藤的学校 大家不要弄错 长春藤没有史丹佛 长春藤是在东岸 因为每一个人地区那边 Half A Year Prinston Darmouth Pence Yale Cornell Brown 他每年捐给这些学校的预算多少 每年捐给他 前20名的大学好了 每年捐13兆台币 Funding 他们大私立大学的 Funding 筹款来经营的 我们台湾一年才1点多兆台币 全民的所额 国民生产的力 1点多兆台币 人家13兆的捐出来 养的前20名的大学 所以投资报酬率来讲 当然你要出国念书 最好念长春藤 因为人家花那么多钱给你 Hover一年就是这么多 就一兆 一兆放在Hover 你进去念书 是不是享受一兆的成果 你只付那点点薪水 就算你说长春藤很贵 一个人要7万美金一年 OK的 享受全美国最好的教育 值得 投资报酬率 那你知道吗 这美国人玩的游戏 那时候我们童心里面有几个 超过两百公分的 我给他看 我说这个也超过两百 可是他是长那样子 你长得比较胖 人家是结结实实的 所以他们 美国玩美式足球的 在座有看过美式足球局 还是有人看 不错 美国足球 这大概只有美国 全世界在美国加拿大 这两个国家玩 欧洲可能一两队 日本都没办法玩 因为没有这种人种 但是各种人种里面最大支 因为他的充装力太大 很多人是断手断脚 西郎 所以要带钢盔保护 因为他充装力太大 每个人就体重那么大 前面的Line Man都是这么高的 你看这是他们高中队 高中队 汉兆都在那样 大学队 professional 一场都是五六万人 少五六万人 多了十几万人在看的 你看打的方式 马上就进担架就送走了 他们很注重运动安全 但是还是这种运动实在太激烈了 需要带钢盔 带护具 为什么他们要玩这个游戏 我跟你们讲游戏的内容 他里面有quarterback 在坐在后面的拿到球 前面有Line Man 旁边有跑峰 有Receiver Running Back 然后另外一队 有offense 有defense 有second team 然后互相打 球一传出去几yard 你知道他们在 两个球队在打的时候 有谁在上面吗 他们有一个叫做strategs 专门看战术的几个人在上面往下看 看完以后用无线对讲机跟下面的教练讲 对方的战术是什么 你应该怎么样 马上下面就知道下令 夹多备要怎么打法 这种很像就是战争 而且是三度空间的战争 美国人在玩游戏的时候 在训练他们小孩子打仗 每个人都有他的position 你好好把你位置做好 不要笑醒说我跑到变quarterback 每个人讲quarterback 每个人讲当running back 没有这回事 按照你这个才能 你的身材 你的能力 跟你分配不同位置 因为台南粤没有这种团队集体 所以这里面的人一出来以后 到企业界都是leader 都优秀的管理人才 因为他知道怎么做teamwork 我们现在在做teamwork 你们现在接受教育训练 接下来就跟你们安排在不同的位置 这是美式的做法 观念不一样 想法也不一样 你们自己要be ready for this 美国你看任何一个 只是美国大学什么Big 12的球队 就已经十二所大学 都名校你看 每个学校都有他自己的钢窥 自己的风格 自己的企业识别 他们企业识别很清楚 我们这是人老早就算了几十年了 吃八年的游戏了 我们现在才刚开始 台湾人还没看过 第一次看 下一步是什么 就是军队了 美国美式的运动 下一步就是往军队了 因为它的规模复杂度 不是我们干单的几个篮球员 五个人这样玩 这个洞杂上百个球队 光是就上百 然后再来就军队 美国的军队有哪几个 我给你讲 我们都以为陆海空 不是 美国是什么 有Marine Army Marine Navy Air Force 和 Coast Guard 海岸防卫队 每年的预算我都写在这边 每年有多少人事费用预算 从外太空 美国在全球有七个到八个指挥中心 比如说北约指挥中心 南美洲指挥中心 南北极指挥中心 亚洲指挥中心 北美洲指挥中心 他们这些 所有的指挥中心加起来 他们叫做联合作战司令联席会 那有一个联席会 不同的 全世界 它是打世界性的战争 它不是我们想给它 Loco的 美国是全世界打的 现在截至目前为止 全世界随时有战争经验 只有美国 随时机动是全世界在运作的 你看航空母舰 中国共同一台 我两个共和 你看他一排 他是一排 他还都是 其他是没拿出来的 预备的 我最近讲说光是美国 他们打仗的方式 现在都改了 过去都敢弄 明明漫漫 现在不是 他们叫做斩首行动 你看ISIS怎么被打 回教 最近不是回教圣战的人 回教国的人 美国用无人机上去 你们上网就好了 YouTube打一个IS怎么被打 他们就自己还伪装 穿那个衣服 枪藏在里面 无人飞机从外面可以看得到 比如说他跟女生 他特别跟妇女 儿童走在一起 他枪一打就只打他 别人没事情 要抢架子 还是油 畜生没事 人杀掉 现在杀人可以杀到这么 简洁有力 迅速确实 然后他被打中了以后 还没死 够死 躲在那儿 无人飞机也看得到 再补鱼枪 帮你打到死为止 最好你身上不要拿武器 就这样子 你一拿武器人家就把你打死 现在都是这样子 斩首 不需要毁掉 以前战争 炸弹一炸起来 不管老肉不不如 是不是军人全部炸死 就是没有选择对象的杀伤性武器 那是违反战争法 现在都很讲究 都是这样杀 你知道战争一开始是什么打法吗 战争如果真的世界开始打 我跟妳讲 蹦一下不是在地球上 在外太空 所有现在飞弹都有guiding missile 都有GPS定位 所以第一步是什么 外太空的卫星全部都打掉了 我看你中国有多少杀手卫星 可以这样子支撑 美国第一波攻击 当你没有目标的时候 你怎么打 它还有两个很厉害的武器 最近不是有镭射炮吗 镭射炮很厉害 台湾的部罩给人家说 那没什么 遇到物比较大的就没办法打 抱歉 它还有另外一个东西 叫电磁炮 电磁炮就是用七八倍音速的速度 去发射一个质量打出去 你知道MV平方 M整V 动能 速度平方 你如果是八倍音速再平方 不得了 它直接就穿过东西 你飞弹还没起来 飞弹顶多多少 三倍音速 最快的 八倍 多你五倍等于你不动 它用五倍音速打你 还不容易 而且现在还不是平面打 它从外带跟我打 那是这样重力加速度 你看速度多快 所以最好不要打 一打核子弹就让你现场爆炸 你才炸你自己 就是科技 就是科技 这是高级班 我很怀疑那初级班刚刚来上课怎么上的 高级班 高级班 来 再来 讲的太复杂了 我讲一个比较轻松 我们还有几分钟 我控制一下时间 这是几万年前的笔法 最近在印尼 我可以讲 以后你们不要再看那些垃圾新闻 你们开始去搜索 其中一个最重要的 渐渐就要开始学英语 因为我们以后 民政府执政以后 就是英文跟日文 是我们的主要官方语 对不对 对不对 没错嘛 所以你英语就快去黑 英文赶快学 大家很痛苦吗 没有环境 没有环境 谁说的 我跟你讲怎么制造环境好不好 我跟你搞 我在高级班都有讲个 算了 你们等到那边 我再跟你们讲 现在讲 好 最快放 我先讲一个比较简单 你们马上可以做 不要讲复杂的 简单的就是你回家看DVD 你买的DVD要买那种 有英文字幕的版 不要多中文 然后你看英文的节目 你首先一部把里面的故事 都还没看之前先 不可能了解 你就光看它对话 你看不然你用去想也看有 然后之后要打字幕出来看 打英文字幕 打英文字幕 看一看一看看我看实在误不已当一 等一下再去看中文 把它搞清楚 然后再回来 继续看英文字幕 这样你就英文在最短时间可以学好 我跟讲一个礼拜看两部电影就好了 看电影很快乐嘛 对不对 看电影 等一下 看它对话 可是不要选都是动作片 尽量选那个对话 比如说傲慢与偏见那种东西 Sense and Sensibility 对不对 比较复杂的对话 你就多去看 好不好 来 这几幅画里面有个共同点是什么 真的我要验收 你们到那边去上课的时候 我要验收 看你们进步多少 看了几部电影 验收就是说你看了 从上次我们上完高级班到现在为止 你看了几部英文片 英语发音的 英国人发音的或者美国发音的都可以 或澳洲发音都OK 就是英语发音的 印度片也可以 它也是英语发音 来 有没有共同点 没有 我导导共 这叫印象派 台湾人的欣赏艺术水平 大家就停留在这边 印象派 再来没什么就看 再来什么 这款呢 对不对 我主题班都看得懂 对不对 那你们不要讲 我问那种第一次来上课 这看得懂看不懂 看不懂 举手 这种话看不懂 举手 看不懂 举手 几个人 一二三四五 我只问看不懂的 看不懂的 请问这是画飞机大炮吗 是不是 为什么笑 不是 对不对 是不是 没有 你要讲是 是不是 飞机大炮 不是 好 好 是画男生吗 女生 好 你又知道 你看 你说你看不懂 请问他画了几个人 五个人 对 你看 他看有 怎么说看不懂 你看得懂 你又知道不是飞机大炮 又是画人 又画女生 又画五个人 你看得懂 只是跟你期待的不一样 皮卡索是1907年 抱歉 我怎么轮到我了 今天是很奇怪的事情 今天轮到我了 是不是 因为我这手机有时候在这边在按的时候 他那个声音就 又上去了 压到这个地方 找借口 1907年 皮卡索画的 1907年是一百多年前的 百多年前的人画画你看不懂 怎么办 阿公阿嬷阿祖画画你看不懂 我怎么这样 我自己怎么看 好不好 来 这是麦克风吗 这样是不是麦克风 这样可不可以也是麦克风 这样也是麦克风 一定要这样看吗 没有嘛 你可以这样看我 这样看我可以 是不是 这样看我也是我嘛 对不对 一定要这样看吗 一定要这样看吗 没有嘛 对不对 所以你从不同角度看我这个人 把它放在一起就是所谓的立体画拍 OK 这边从这里看 从这里看 从这里放在一起 对不对 就立体画拍了 这样看 这样很简单的嘛 对不对 从时间固定 观察点改变 就产生所有的立体画拍 可是皮卡索告诉人家他超人家的 他跟谁超 他跟赛尚超 赛尚是谁 怎么超 赛尚是谁 这个艺术家很喜欢画衫 后来就干脆 我整机就拌了这一粒山的头巾 去一间厨 每天画这个衫 画到后来 这各位看 黑衫了 怎么去解码 我现在就给你们解码器 皮卡索说他超赛尚 那我们就去看赛尚的画 什么地方被他抄掉 赛尚就画这个 那我怎么帮你解码 在座各位有没有画过写生的 都没有 怎么可能 画过写生举手 写生啊 写生啊 你在写生想 带画布 画纸 画笔 带这个便当出去外面画 对不对 老师说今天在外面很欢迎 对不对 快去吃便当 对不对 很快乐 请问你们去写生通常都是多久 你知道吗 应该知道写生一下 到现场看着那个风景 画出来 那叫做写生 以前美术课都应该有这堂课 只是老师都能努力上数学课 在旁边内 写生就是这样子 写生就这个 写生都多久 我问你们 一个小时 太多了 那也一个早起 要不然半天 要不然整天 早起 中早结束 孙女有自由活动 你说那一小时是坏学生的 老师不在了就走去摄桌 回来还有青菜走走 有没有写生十分钟的 有啊 更坏的学生嘛 对吧 有没有写生一秒钟呢 怎么可能 我还说这就有可能 这就写生一秒钟啊 这是不是写生一秒钟 是啊 他不动啊 当秋千当到一半 不是写生一秒钟是吗 所以那时候我修理我的学生呢 怎么修理 小明啊 老师什么事 你现在是几点了 你重画 老师为什么要重画 今天要中午十二点 你早上来八点 你现在要画是早上八点的东西 那个影子是 早上八点是长长的影子 现在中午你影子都不见了 你为什么影子还留在那边画 重画 你知道吗 写生的就是画你看到的东西 你现在没有看到东西 怎么换成这个样子 你是画早上八点整的事情 你给我拍 重画 就像老师有怪怪 对吧 但是我说真的 赛上就是一个好学生 他看到这座山是绿色 他就调绿色 涂上去的时候 太阳被云遮掉了 颜色变了 他又再重新调新的颜色 再放上去 颜色又变了 对不对 所以应该讲什么 观察点不变 时间在变动 如果他这花了三个月 就是三个月对这座山的记录 对不对 三个月的写生 观察点不变 时间一直在走 就产生这个结果 都灰掉了 对吧 它是一个记录 这才叫做写生 皮卡索把这个倒过来 刚才是观察点不变 现在是什么 时间不动观察点改变 对不对 皮卡索是不是厉害 是不是天才 所以上我的课 我头脑也很灵活 我们的官员头脑也很灵活 如果听没看没法理就很难 法理不行 那怎么去执政 是不是 所以我短时间给你们这种教育 就是给你们翻来翻去 里面全部是逻辑推理 所以民政府跟你讲 不讲其他有没有 我们讲历史上的事实 是历史上的文件 对不对 跟你讲Document 给你逻辑推理 事情就要出来 我们没有画一个大饼 叫你去追求 没有 来 再来 所以皮卡索做了这件事情的时候 人家讲说 他好像开启了一个潘多拉的盒子 从此以后 东西可以有不同的观点去看 画画这件事情 不一定是在帆布上面画画 对不对 不一定是在帆布上面画画 他可以是什么 大饼是我的画 我插壁雷针 让雷打下来可不可以 厉不厉害 厉害 他也是画 到后来他说 我从山上把推土器 把泥土弄到海里面绕一圈 酷 有的人讲说画是什么 画就是物件本身定义 加上我所看到的东西 所以他就把画一张椅子 这真的椅子在这边 画的椅子在这边 字典上椅子的定义放在这边 对于所谓的艺术品的定义已经改了 这在六七十年半个世纪以前 所以讲 这也是艺术家 在帝国才会做的事情 我感觉这是一个岛 这上面是船 这是粉红色的布 有个艺术家他很喜欢包岛 把岛包起来就是这样 岛包一个不够 包两个 三个 我跟你讲 包了十几个岛 粉红色的布都要挂大 我告诉你们慢慢 你们是制造业 我就只好讲制造业的语言 这里面都是粉红色的布 那你需要很多船去把它拉那个布 那海水这个河流是在流动中 你要定 定位置 对不对 然后我跟你讲 在台北市租一台直升飞机 然后摄影师 然后crewman 然后工作人员 上去下来一百万 你租直升飞机保养租这个东西 挖的钱crewman 海色天气好像一百万 你看他就要天气最好好的 要不然这个海浪一大的话 你这个粉红色布又飘掉 对不对 你要定位 多少船去做 要多少工作人员 看这边 你看这边多少船 然后多少个岛被包起来 这一个一个岛 有多少布 这帝国艺术家就会做这种事 要花多少钱 布用完粉红色的 要做衣服给人家穿吗 有多少人穿粉红色的衣服 没有吧 我跟你讲 这两船以前的很小 他喜欢包海岸 我给你看什么叫包海岸 这叫包海岸 吓不吓人 整个海岸包括浪岛 他一直就这样包过去 都用布把包起来 有没有吓人 这帝国的艺术家 他打人不得到这种东西笑 对不对 你看 他把德国的国会大厦包起来 多少人去参观 他把那个什么 Saint Louis的那个Arch把它包起来 就这个 Crystal and Sean Cloud 这对你夫妇 你看 纽约的大楼 城市的大楼 用布把要把它包起来 哇 那多少包呢 要去笑 对吧 所以我刚才讲说 抽象艺术 什么是抽象画 我跟你讲 为什么会走到这个 就是艺术品的定义已经开始 所谓的艺术创作定义已经 不是以前 在涂地 一个帆布上面画画 当你的定义改变 世界就变了 所有都变了 对不对 就开启了一扇门 这就是艺术 艺术创作之后 我们要跟这种国家 你能比得过它吗 不可能 所以它叫帝国 帝国的艺术家玩的艺术品 就是这样子 这才叫做抽象 之前那个不叫抽象 Picasso不叫抽象 那是具象 只是多观点的具象画 这才叫做抽象 抽象画就是 Have no reference to anything in the real world 就是你没有参考到 真实世界的任何东西 画出来的 OK 它没有intention要这样子 Jackson Pollock的 Dripping 傻的 William De Kooning 这叫做抽象表现主义 画到后来 美术馆都放这些画 开始有些人就不爽了 每一幅画都上意 看都看不到 你们那些艺术家都在 你们为什么笑成这样子 表示你们很认同他们的讲法 那你就很适合看普普艺术 就接下去这个叫普普艺术 画罐头给你 所以它是抽象表现主义 就是它的反动组织叫做普普艺术 它的Andy Warhol 它就画一般人看得懂 你们一般人看得懂 刚才那个太高深了 你知道那些画什么 它都放在美术馆 都放那些 所以调购义就是叫普普艺术 它说我每天在喝罐头 它把不同的罐头 一颗一颗画出来 这就是艺术吗 玛丽的门路士那时候 60年代那时候很风行的一个 icon 就画那个东西 这个比黄色小鸭好看吧 比较有水准吧 Jeff Kunt 从色彩上面有水吗 都是女童心在点头 男童心都没有感觉 你们对美学的欣赏要有待加强 漂亮吗 颜色搭配这个 就让你起了那个很 女生就爱啊 可爱 梗类的犬 不要看过了 第一次看 特别吗 很好看吧 我看你们大概从来没看过 你们没有上艺术课 怎么会看过这种东西 我们一定要把艺术家讲到 Sandy Scolon 你可以上网去查他的东西 他有很多很有趣的作品 但是我没有介绍你们就从来没看过 就这么简单 好不好 Jeff Kunt 那个人你就不要去查 因为他有很多很离谱的作品跑出来 那个是成人 满18岁才可以去看他的作品 这个就是很像梦幻里面的世界 这个艺术解码 如果没有人帮你们解码 你怎么看这个东西 会有问题嘛 对不对 来 我跟今天解码器 我还要给你们几个解码器 这是纽约 1907年 这是18多少年的纽约 你看那时候电话线看多少条 你没办法跳楼自杀 一跳就卡住 一跳就卡住 还有人就把你救下来 纽约是这样子 后来纽约变成这样子 1907年已经钢古结构 高楼大厕 现在纽约是这样 这个我一次每一堂上课 都会再讲一次 台湾人是什么人 现在我跟你讲 所有的世界 不是 那只是说我们的祖先 六万年前 所有的人都对非洲来 但是他有一个不同的路 有时间 没有错 我们的祖先 现在活在世界上六万年前 有的人说 还有北京猿人 什么五十万年 我说抱歉 那些DNA现在都不存在人类身上 现在塞在我们身上的DNA 全世界的人 来自同一个源头 尤其非洲的一对男女 里面出来的 很有趣 有一部分往欧洲跑 有的人往这边跑 有人说 台湾人在哪里 好 台湾人在这 M174 走到南叶门 走到印度南部 走到爪哇半岛那边 马来半岛 再来台湾 这时候四万年 四万年再来去日本 朝鲜半岛北部 就去所有的中原地区 你知道吗 中原地区有很多人 有从欧洲进来的 有没有看到 有从蒙古下来的 有从印度上去的 所以十几种人混在这个地方 所以谁是杂种 中国人是杂种 没有错 我们不是在回首 我们在陈述事实 两万多年前 这很多种人 总在那边混居到今天 所以它混得比较杂 我们为什么相对比较纯 我们在这岛上 生了四万年 没到外面沿 为什么没到外面沿 没有航海技术 出不去人家也进不来 所以你一定在这个岛上 一直生了四万年 所以你台湾人来去拜中国人 做你的祖先 你就背走了 对不对 你不对 他把我们背 不是我们把他背 我们是他的祖公背 他的人是对我们这儿去的 所以韩国人说 他是中国人主线 中国人去到那里去 不好意思 是事实 是科学证据 中国人真的是从韩国过去 可是日本人到韩国 韩国人是对日本去的 日本人对他来 台湾那里去的 一部分 因为他这边有两条 对不对 有一部分到日本 那会看 所以台湾人是中国人的祖先 你去拜他祖先 拜他祖先 你就背了 背了我们四万年来的祖先 你不要以为你说台湾 你就是台湾 台湾也是从那里来的 那是最近一两百年 他把我们通帝 用语言 姓氏 宗教给你改 但是我们一个土地 在北部 古丝做人 不骄傲 我们老的会很顺 是有个独特的人种在这边 单独生存了四万年 你都会说台湾四八年一宿 小四人四万年 你没去说 百分之一的四八年 那就是支那台湾人 你认同支那的台湾人 你认同支那的台湾人 要对你做的事情 我们现在就是科学证据讲出来 问题是台湾人 一直要真相 对不对 我要真相 我要真相 好 我现在真相跟你说了 你是什么人 现在搞清楚了 你的小妹妹 你回家的时候可不可以 还会去拜吗 你拜得下去吗 我祖先四万年没去拜 我去拜这几百年 你自己要想 你们要真相 真的跟你真相的时候 你怎么面对真相 过去把你抬拌那里 你要怎么把他弹剃掉 弹剃掉 是要怎么办 你们内心应该有很多的纠葛 因为事实呈现出来 跟你说中华民国是流亡政府 很多人也没缺 我现在跟你说事实 真的是流亡政府 是美國叫他來的 用純冠材來的 他們自己又沒有用能力來 代替佔領 你會問你憑什麼來幫我們占領 憑什麼來幫我們占領 憑什麼用中華民國 你會問 所以很多真相在你們上課的過程當中 一個一個翻出來給你看 下一步是我們要怎樣 再來要怎樣 台灣人只有你們知道 跟我們這些人知道 外面都不知道 怎麼辦 福岡知道 來 剩下一段時間 我要來講一個部分 因為你們以後要擔任民政府的官員 你們會是內閣 有可能是議會的議員 你們要通過法案 我親切講 有人說我們要節能減碳 說得賣場上升一度兩度好不好 來 上課的時候專心聽我這邊 有問題的話下課再問 要不然會影響到旁邊的人 來 因為這個很重要 你們聽不懂就是影響到你們的下決策 美國跟我們說 美國跟我們說 民政府起來 兩件事不能做 這個是什麼 不准怎麼樣 台獨 台獨代表戰爭 你本來是 你憑什麼台獨 對不對 不可以台獨 你本來是在美國占領 你台獨是美國要這樣打 不是中國要這樣打 別人弄錯 而且你台獨沒有根據 你是屬於別人的土地 你獨立什麼 第一個 美國來講 民政府起來不能法台獨 第二個什麼 不能變成共產主義 你們怎麼知道什麼叫共產主義 你不知道怎麼 你變成共產主義你知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啊 那共產主義先有 還是資本主義先有 先有資本主義 那資本主義是什麼 你知道嗎 所以要先給你一些 Foundation 基礎的概念 我現在只是用一個很簡單的圖形 讓你們短時間了解資本主義 不要去讀一大堆很厚的書 用一些概念就好了 這是一個倒三角形 聽我說 你就很快就 新的你看幾個部分找 倒過來一個三角形 下面叫R&D Research 就是在十六世紀啟蒙時期 之前是黑暗時期 從這個時期開始人類開始研究 有迪卡爾什麼 就發現引力 研究方法分析 叫迪卡爾 研究方法分析論 從那時候開始 人類才用科學方法來研究這個世界 那時候送到宗教的迫害 但是它沒關係 它繼續發展出來 說這個太複雜 大家要睡了 我說一個簡單的 你們哪有煮水嗎 煮水會沖煙嗎 煮水會沖煙對不對 幾千年來都是這樣子 沒什麼了不起 偏偏在這時候都了不起 有人發覺冒煙可以推動機器 所以它發明了內燃機 Combustion Steam Combustion 從蒸氣去推動引擎運作 於是有了火車 有了機器 對不對 有機器 機器的這些東西開始運作 所以以前做一雙的一天 一個人頂多做兩雙 機器來的時候 一個人一天可以做一千雙 對不對 所以他們從大自然裡面 得到一些奧秘之後 它變成什麼 Technology科技 在從科技裡面製造很多的 產品 拿到市場上去賣 再設計一個金融制度 把賣掉的錢拿回來回饋 繼續做R&D 這就是資本主義在運作 R&D之後再製造新的科技 再繼續賣 然後滴滴滴滴滴滴滴 這就是資本主義 現在知道嗎 我是用簡單的方法跟你講 第一個階段給你 insight towards nature 對大自然有一些動見力 insight 這個Technology給你power 人類掌握大自然的力量 之後產生很多reward 獎賞 所以人就是在裡面 咬咬咬咬 不要小看資本主義 就是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 照今天有這麼多option 很簡單 ignorance was overcome 過去我們在想說 這知識一直不普及 人類在古代的時候 大家都沒有辦法 但是現在速度好快 因為網路 因為智慧型手機 對不對 短時間你就學會打字了 為了要上網 人類有史以來最快 知識普及力這麼快 是在最近幾年 因為網路的開拓之後 大家可以自動去學習 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 造成一種東西 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 因為資本主義的發展 而且大家有一個疫苗 為什麼 實驗室會平白無故 生存在那邊嗎 不會 弄一個實驗室要多少錢 幾千萬上億都有可能 那為什麼會有實驗室 放那邊擺著預備 就是有大量的錢賺出來做R&D 你要平常就准备这些钱 在预备未来 在防治疫情 这些老早就预备在那边 如果没有资本主义这多余的钱 没有人愿意做这种事情 没有reward谁要去当 从事基础研究 没有 你就是有基础研究才可以对付病毒 这个是在病毒还没有发生之间 你就要做的事情 不是等到发生才来去研究的 也就算事情还没有发生之间 大量的资金人力投入进去 那这些大单资金的人力从哪里来 就要从大量的这个market里面 多余的剩余的reward里面 抽出一部分1% 2% 过去台湾的制造业是在这里 上面是什么 下面都不知道 都是人给它下订单的去做 所以我说制造业的脑袋 就是在这里 后来开始我们有一些 比较高级的产业 电脑 我在做品牌 跑到欧洲去 对不对 知道人就知道不知道就算了 他就想往上走 发现市场也不是他控制 所以做品在做老半天收回来 你还是制造业 台湾建议讲得到错了 真正研发还不是他 他是自成研发 真正人家还要跟人家买pattern 赚利权在人手中 你好不能赚很多钱 人家隔一点就跟人谈判的时候 你好不能多的2% 又突回去几% 就这样 整个游戏规则是人家在玩的 是他人家在掌控整个全局 我们没有这些能力 我们是这里的一环 资本主义 然后下一个 Wall was rendered 战争的形式因为科技资本主义发展 已经变了 变到就算我刚才讲 现在高端尖端的科技让你战争 你要来选的都没困难 很难的 你看美国 他说我们战争的方法 已经有很多种了 不是你可以想的 对不对 Russia怎么样 吃了Cremia 下一步是什么 被经济制裁 怎么制裁 你们都看到 突然间卢布大跌 突然间石油卖不出去 这不是有一个看不见的手 是看得见的手在后面操控 这哪有可能平白无故发生的事情 不是 所以资本主义运作到 已经这么机密的地步了 不是你可以随才 用巴巴人 野蛮人在做的事情 来面对这个东西 好 先不讲这个 在讲这个的时候 我讲另外一个故事 给大家听听看 越战的时候是谁跟谁打仗 越战 美国跟越南打仗 在那边有一个战俘营 那越战结束的时候 这战俘就回到美国 德州 就带了一个大帆布袋 拿一个帆布袋以后 回到家乡的时候 第二天一大早就跑到银行里面 我要存钱 那小姐柜台小姐说 那边存多少钱 背金班 这么多 这个超过我的范围 我请经理出来 这个待会经理就出来 先生听我们柜台小姐说 你要存八千万 是吗 他说对 我可以看看你的钱吗 当然可以 帆布就打开 一捆一捆 手里扣起来 一个铁帅 那个银行经理就拿 其中一卷拿起来看 先生你不要开玩笑 这是大富翁的钱 你知道什么大富翁吗 玩具钱 ック家牙 玩具钱 大富翁的钱 他说我没有跟你开玩笑 这个钱在我战俘里面 真的可以用这个来买紅酒 可以买牛排 还可以剪头发 service什么都有 你听懂吗 个经理 在看根游 aparece 那经理跟他讲什么 只可惜你这个战俘已经关掉了 如果开到我是愿意用一些美金 跟你换这边的钱进去里面花 听得懂吗 你们学经济的人应该听得懂 它里面已经形成一个经济体系 在里面运作 但是只是它这个钱跟外界不能互通 但是你要去想 里面你就要透过一个交换过程 这就像在1972年 中国改革开放的时候一样 之前中国也赢钞票 没人跟他做生意 所以他缺东西只好跟当时的苏联 做什么 以物以物 换东西 我要多少煤 你要给我做多少名声用品换 边界火车就开来开去 因为他钱不算钱 用多少也没效 直到1972年 他们要跟西方国家 这西方国家现在越变越发达了 我怎么跟他交易 我也想享受他 我如果这样工程组下去 一定迟早被灭掉 人家在享受生活 我们在吃大锅饭 我们在穿毛装 要怎么办 谈条件 我问你 你要去大富翁里面玩 要怎么玩 你可以拿台币进去玩吗 不笑 你只能用里面的钱 一开始发给你2000块的大富翁的钱 你再开心剩 你的钱跟外面的钱不能互换 你只能用里面的钱 所以你如果中国跟外面接触 你也要用外面资本主义在玩的钱 那你要把你的钱当钱 所以我们要有一个交易过程 我把你多少钱 当作你一开始的起出费用 你现在中国做的东西不要 毛装谁要穿 脚踏车谁要用 所以你在我们资本主义是没有用的人 所以我要大量的资金技术 进去你们国家 把你们交到会 所以一开始是送钱给你 给你资金 教你技术 让你成为有用的人 所以中国很短时间记忆起来 不是那人多厉害 是西方刻意栽培这个大市场 所以短时间给他钱 他就赚了 照理说中国赚很多钱 应该做什么事情 应该用这个钱去经营他们国家 让人民更有知识 更有水准 要遵守西方游戏的规则 照理说这样 结果中国提债 不是这样 继续前世大的思想 继续鼓吹民族主义 继续去买武器 如果买武器是为了自我防卫 那也就算了 自我防卫是合理的 可是你买的武器是要做什么 要想拔 打世界大战 他去买石油是买非洲的石油 整个 你知道战争要石油 中国的储备只有七天 战争可以这样打 不可能 一打 没油 休息一下 不可能 所以他去买石油是为了预备 战备储油 观念不一样 你做的每个动作都很奇怪 然后一方面你游戏规则又不遵守 大量给人家仿冒 对不对 Copy 盗版 你有点像是什么 中国有点像是Barberian 是野蛮民族 在资本主义运作到这样子 你像一个野蛮人 不晓得资本主义游戏规则是什么 对不对 所以他在学 他不晓得什么叫国际法 建戒而言中国自古以来这些问题 笑死了 现在大家都用国际法在解释灵土问题 当然你这个中国落后 就说这是自古以来的 所以他们东西是没有经过考验的 中国股市一直在上一直在下 你没想到会发疑 里面的股市的资讯都不透明的 他的会计系统并没有接受西方国家的会计系统 他自己一头 所以这边基本上是来乱的 照理说你要玩游戏的话 最糟糕的中国做了一件事情 他说以后不要用美金改用人民币机架 换一个货币好不好 这就是什么 形同要来挑战 挑战什么 挑战老大 资本主义现在都是用美金机架的是不是 作为基础 你所有经济的基础 你们好像有点loss掉 讲的比较简单一点 我怎么讲比较简单 好了 过期都是我们黄金机架 1970年改成美金机架 对不对 以市场来决定印多少美金 像苏尔最近不是卢布大扁 他跑去买什么 美金 买黄金 可是黄金有没有 黄金老早就已经变期货了 黄金是期货 它不是货币的基础了 你就算要货币基础 你也算不算美国 美国现在是全世界所有的 第一名以外的所有加起来 还没有美国的黄金储备搭 大到这种地步你怎么玩黄金的游戏 连这游戏也不能玩 所以我就要讲帝国就是帝国 所以美金可以大喇喇说 以后就用美金计价 因为他拥有全世界 可以听吗 听得下去吗 可以 所以他最后的挑战这个 就是说以后用这个机架 你也冰土了 然后他一开始发觉美国也惹不起 所以他先惹谁 这就是我三年前说的 可以挑战日本嘛 对吧 他感觉他的市场比日本更大 要挑战老二 你觉得老大的心态是什么 那有可能给你老三 一个像野蛮人一样的 要来闹 不可能嘛 所以他那时候宏观经济 我跟你讲 短时间会让老二变大 老三会掉到不会影响老二的地步 所以从三年以来 都在同样的路线在走 三年前就预测了 中国经济会这样子下去 日本经济会起来 他每日就结盟了 就没有人可以跟他们比 其他人想办法跟他比 比不过 这大局已定 所以才会我们这些事情 一个一个都出来 我们家在配合大环境 不是我们自己在那边想 大家知道就清楚 这个就是经济节 你们有这些概念的话 再来走这条路就很看不得了 美国来处理国际问题 一定用什么 国际法 战争法解决 要问他用什么方法 上共台湾时节 一开始就在讲这个 以后国际的战争用什么来解决 当老大一定会有一个一致的标准 一套的方法 一套的说法 解决所有的问题 反而是落后国家在学 在跟这个东西 当美国这说法已经讲出来 希拉罗也讲了 以后国际的领土的战争 都是回到这个 国际法解决 所以最近所有那个事情 美国就从国际法讲 这领土不可以自己一队人 宣布要独立就可以独立了 你是乎克兰的领土 你不能说我这里面是Russian 然后大家公投决定 就骗到哪里去 所以台湾没有资格公投 你公投什么 你凭什么 土地从来就不是你的 我们如果不知道法律自己单方面 自己去想 自己要做一堂菜 最后一定是被人家摧毁 过去台湾的人都没有知识 也没有再说不要再 再放假 竟然跟他说法律 我老套就知道了 小谁人 真的我听太多这个东西 我在民政府这边 每一届新来都很假的 好像他已经研究到法律了 就聽到一點點 自己要去比一個貴債 法理真的難得很難 可以學到一直很深 會影響很多事情 既然當然沒這種關係 這個要知道 講到這邊 有一些基本概念 這個資本主義的運作裡面 我為什麼不能共產主義 資本主義的運作的大原是什麼 輪子要滾 對不對 它不滾就完蛋 滾太快也完蛋 滾太慢也完蛋 它有一個定數在進行 那怎麼讓它滾動 有錢人要有買不完的好東西 窮人要覺得我一努力就可以往上爬 要不斷的消費 你一不消費 這個資本主義就完蛋 沒錯吧 我剛才不是講過嗎 大賣場裡面賣東西 溫度上升兩度好不好 你要想 這會影響什麼 上升兩度就像二十八度 整個跌溫度就好 要跑出來買東西 對不對 所以大家不想來 不想來就自銷 自銷就工廠就不需要製造這麼多東西 就一環扣一環 經濟不是讓人滑起來就滑起來 滑就滑 所以你說 執政官員重不重要 每做一個決策 簽一法動全身 你如果不知道經濟原則 運作的原則 你做錯誤的決定 產生錯誤的結果 這樣子重不重要 當然要知道這基本的原則 我剛才講說運作是這樣運作 有錢人要買不完的好東西 窮人要覺得只要努力就往上爬 怎麼讓它停下來 有錢人要覺得罪惡感 窮人要覺得生活很滿足 這就是共產主義 是啊 在共產主義的世界裡面 有錢人是罪 窮人是什麼 翻身 我要有房子送給你 我要有飯吃給你吃 對不對 共產主義就是大家都一起 你要什麼政府都幫你補貼好 這經濟就運作不起來了 是不是 那所以為什麼資本主義的敵人 就是共產主義 它是照顧大部分的人 下面的底層的人 可是底層被滿足之後 世界也毀了 就沒有你今天所講的這種享受 但是大家一起爛 這叫共產主義 為什麼要對 不能走這條路就是這樣子 你要鼓勵人家盡量的消費 沒有錯 資本主義帶來也很多副產品 有的是不好的 可是你要用更新的科去cover它 不是停止消費 對 所以有錢人 我們要不斷地 越做越好 越來越精 那還有一個東西 可以讓資本主義這個運作 停止下來是什麼 就好剛才講的賞善罰惡 你是賞惡罰善 那這個也完蛋了 什麼叫賞惡罰善 日本東西是越做越好越貴 對不對 可是賣不出去 中國東西是說越爛越便宜越爛 可是大賣 這在資本主義的運作裡面 它是一個最糟糕的癌症 你懂我意思嗎 你努力工作的人是受到懲罰 你惡搞的人受到獎賞 這個輪子一定完蛋了對不對 那為什麼會產生的情況 政府subsidize 政府在補貼這些東西 一個不公平的競爭 這就是我講的貿易障礙 可能資訊不透明 可能日本的那個價格 先不講這個好了 所以現在日本日幣下降 它的綜藝相對它的競爭力就起來了 同樣那個錢我寧可去買日本的 我不要買通貨 這樣才有正確的淘汰機制 這樣的資本主義在改變 還知道 有點複雜 你們慢慢去想 所以在這樣的資本主義運作裡面 佛教是不鼓勵的對不對 施打解空 都不用買東西 吃三餐 吃七餐 便當就好了 完了 我們是政府官員 我在講一次 民政府官員叫做世俗政府 secure government 我們要維持運作是一個體系 我們不屬於任何宗教 我們保護言論的自由 我們也保護宗教的自由 可是你的宗教如果要來插政敵 我們就會處理 是這樣子 我們是要保護多數人的權利 不管你是什麼宗教我都要保護到 我們不會針對特定的宗教 但是你這個宗教本身如果夾帶的是 中國的殖民的系統進來的話 我就要修理了 對不對 你是在破壞我們的系統 你confuse我們台灣人的original 你說我們從那裡來都不是 你現在敗的是中國人 你如果夾帶著政治的力量進來 那就不一樣意思 所以我們叫世俗政府 世俗政府只要保護這個體系運作的下當 得到讓所有的台灣人得到最好的照顧 維持台灣人的後代 在這個土地上生存下去 所以我這樣講 我現在跟你們講的是台灣人的主體型 你是什麼人 你是誰 你為什麼活在土地上 你的敵人是誰 搞清楚 我們才會聚集這些人 法理讓你搞清楚 不是一大堆的故事 不會讓你搞清楚 但是法理會讓你很清楚 你就知道我現在在這裡做什麼 接下去你人生的目標 要往哪裡定 我跟你講人生很長 再多幾十年好不好 二十年三十年 人家給你人生定位是什麼 我這四人 我花錢沒錢 我住地保豪宅 又怎麼樣 死了什麼都沒有 但是你來加民進戶 你是參與這件事情 跟台灣人前途有關的事情 你要做 這就是你人生的定位 我跟你講 我以前大學 你通常不會知道校長講什麼 我會 以前我在美國念書 校長說 人一生要滿足一個 calling 呼召 呼召 Calling from within Calling from without Calling from above 三個 Within就是你的內心 對你的呼喚 比如說 以前台灣就成儀心 有的人從小 他就是很喜歡音樂 鋼琴 可是家裡說 音樂是要做什麼 不然我就賺錢 你自己做醫生 所以他努力去考 當了醫生以後 賺很多錢 胡子登科 有妻子 兒子房子 車子都有 可是他心裡不滿足 為什麼 他生來就是當音樂家 怎麼會去做這個 所以想辦法趕快退休 然後回去做他 就是因為人 他內心對他有個呼喚 針對你這個人有個呼喚 把你吐掉 你不去做什麼 你人生就不滿足 就算你有什麼好東西 對你來講沒有意義 因為這讓你滿足的東西 不是這個 是做你該做的事情 對吧 這叫Calling from within 還有一個叫Calling from without 同樣是一個音樂家 從小就很喜歡彈鋼琴 可是家到中落 爸爸媽媽離婚 弟弟妹妹十幾個要你起 以前你還要彈鋼琴嗎 沒辦法 你一定要出來先 你大姐的身分 我要養這個家 對不對 沒錯吧 我要照顧他們及時的需要 這叫Calling from without 你的呼召是從你外面出來的 比如說社會會發生什麼變動 你要想辦法 就要保護這群人 你就會站出來 這叫Calling from without 你如果自己去拿四面 跟他要彈鋼琴 忽略他們 你過意不去的 這叫從外界的呼召 還有一種叫從上面呼召 比如說 這跟裡面跟外面都沒有關係 有一個人 有一個人 突然從歐洲跑到亞洲來 當宣教士 跑到熱山療養院 整世人跟他玩油 他樂此不疲 為什麼 他有另外一個呼叫的聲音 從天上 上帝叫他來 所以宣教士跑來台灣 做一種跟他玩油的事情 他這樣就得到滿足了 反而他是留在歐洲去享受生活的時候 他不快樂 是不是 所以每一個人一輩子都要尋找 他的呼召是什麼 你這世人 你外的這世人是要做什麼 我是個畫家 我的呼召是畫畫 我從以前就是畫畫 為什麼要跑來 因為我聽到民政府這個聲音 算是對外界對我的呼叫 我聽到這個聲音跟台灣有關的 我畫筆就丟下來了 不畫了 這個暫時先來努力 等到我把這件事情完成 我再回去畫畫 是這樣子 看到跟台灣人有關的 可以透霸的機會 你當然就走進來了 還有什麼好選擇的嗎 沒有什麼好選擇的 上天如果還有機會 讓我再回去畫畫 我就回去畫畫 沒有的話我就一直跟他奮鬥下去 因為我知道是對的 該做的事情 跟台灣人有關的事情 維持我們MV汽車後代在土地上面 過去用騙到那個亂七八糟 那都要過去了 我們現在要站起來了 好 這就是我講的 今天講到這邊 下課